来看到由家族所独立创办的 常遇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已经连续5年送爱到吉安乡 日前也特别准备了每份10公斤的吉安米 以及油品物资共计250份 在吉安乡农会前 足以发放给乡内中低收入户的家庭 为寒冬带来温暖关怀 吉安乡农会前除了摆满一大批的物资 还有不少民众拿着兑换券要准备来领取 由家族独立创办的常遇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已经连续第5年送爱到吉安 我们家族从2008年开始就成立了慈善的基金会 然后希望就是做一点小小爱的分享 那在今年疫情比较过之后呢 我们希望在农历年前用最好的吉安米 然后把我们满满的祝福 就是跟这些弱势或者是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来分享我们的爱与祝福 乡长游淑贞也特别感谢私立长御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提供吉安乡关怀助力 让这些物资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可以让民众感受到温暖 家户受到了除了是一份年节前的关怀 更是一个家族像家人一样的一种关心 吉安乡公所也是一样 看到这么有爱心的这个家人 跟我们所有来自于这样的爱心无国界 甚至于是新加坡的女婿都来到了我们花莲 我们相信爱就在我们的身边 让我们一起抛砖引玉 跟着我们的社会福利团体 来关注每一个需要关心的家户 吉安乡公所物资捐赠平台 还有仁爱基金的专款救助专户 获得来自全国的爱心资源挹注 同时也借由亲访关怀 弱势辅助 挤难救援等多元管道 建构完善的社福联系网 让乡内的弱势户、独居奖者 还有边缘户可以得到最及时到位的关怀及支持 也成为在地最有行动效能和公信力的救助团队 借许丽琴简安乡报道